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G时代充电科技就该是这样 海报显示无线闪充在未来将会超越有线充电 而这个超越点是在9月9号 而在今天小米官方正式宣布 9月9号将会举办一场沟通会 聊聊关于小米5G时代的充电型技术 这一项技术被命名为Mi Charge Turbo 名字听起来是挺有意思的 就目前来看小米自家最快的有线快充达到了27瓦 无线快充则是20瓦 而根据小米王腾此前的透露 这个turbo竞速可能会是30或40瓦的无线闪充 此外小米还将会推出27瓦充电吧 并且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无线充电配件 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小米MIX4的运热呢 昨天晚上索尼在IFA2019发布了多款新品 这里主要要提三款 首先是新手机Xperia 5 和Xperia 1相比 该机的尺寸是158乘以68.3再乘以8.2毫米 重量约164克 采用的是6.1英寸21比9屏幕 分辨率降到了2520×1080 内置3140毫安时电池 其他配置几乎是一毛一样 总体来说是Xperia 1的精华版本 然后是新款降噪项圈耳机WE1000XM2 搭载和头戴是WH1000XM3相同的QNE处理器 支持大气压力优化 左右耳加入了磁吸设计 支持LDAC编解码器 可连续播放长达10小时的音乐 约合人民币是2639元 此外还有全新的Walkman 型号是NWZX507 相比前代产品ZX300 最大的改变是搭载基于Android 9的系统 并支持WiFi蓝牙5.0和USB-C接口 约合人民币是6599元 大伙对哪一款产品更加感兴趣呢